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女型眼镜 我有N多女型眼镜 而且女型眼镜大家到了大概有20年左右 20年左右 我确实眼400多度 大家是让一些轻微的闪光 所以近期这件事情一直是困扰我很多年 这个噩梦 我又不敢去做手术 所以对女型眼镜稍微有动力性的研究 首先有些人会问 我该戴什么样的女型眼镜 有些人说日泡糖因为干净 有些人说含水量到底是重要的 还有这些弧度到底是重要的 我想跟大家说 含水量跟女型眼镜的更换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般会选择 除非我想偷偷戴一下美瞳 否则平常我会戴一些 年抛的 月抛的 季度抛的 或者是两个星期抛这种女型眼镜 我会觉得会比日抛的质量会更好一点 这是我一个专门做女型眼镜的朋友告诉我的 小秘密 还有就是很重要是含水量 比如说我们戴女型眼镜的时候 女型眼镜特别容易干 一干的话比如风雨吹 会碰到火 会去空白房 会很容易干 干净的时候我们叫做女型眼镜 或者是总是眨眼 其实女型眼镜我们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含水量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它背面其实会有含水量 告诉你是多少 这是59% 这个是一抛的 这是42% 嗯 这个是55% 所以每天眼镜 女型眼镜的含水量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样会选 让你眼睛不眼皮的干净的女型眼镜呢 就是含水量主义的女型眼镜 40%多 50% 30% 是含水量低的 往往你眼镜不会容易干 谢谢我的小秘方 不要告诉别人哦